他靠着收割现任队友的脚踝 成功逆袭上位 这叫杰伦·威廉姆斯 是雷霆的二年级新秀 曾经给他充当背景版的 正是如今联盟独角兽之一的队友 霍姆·格伦 时间拉回到2022年2月的大学赛场 一位身批24号的球员 连续两场比赛都中绝了 当时热门状元霍姆·格伦的脚踝 引得观众陷入沸淘 原本前来考察霍姆·格伦的NBA球探文 立刻被这个24号所吸引 他便是指导大三 还岌岌无名的威廉姆斯 在这之前 并没有人意识到两人日后能相提并论 霍姆·格伦凭借16岁时 对库里的遮天火锅与双手包扣 早已火遍全网 后来在国际赛场 力压文班亚马拿到MVP 更让自己大一 便成为2022届选球的状元大热 而威廉姆斯所在的圣塔克拉拉大学 水平实在有限 常年无缘分区联赛的季后赛 上一次出NBA球员 还要追溯到96年的风之子纳什 甚至威廉姆斯 参与NBA选游前的联合时讯时 还因为学校太差 被怀疑体色数据有假 当时杰伦上报的 臂展身高差为恐怖的21厘米 在视讯新游中 排名第一 球赛们觉得 你来自圣塔克拉拉 你的学校一定会尽力美化你 最终 羞耻性地对他重测了12次之多 不过威廉姆斯也早已习惯 从高中的大学再到选秀 他一路都在打破之一 威廉姆斯从小发育缓慢 就算高三身高猛涨了20厘米 也才勉强来到1米85 因此仅被评为三星高中生 只收到了圣塔克拉拉 与霍夫斯等 四所实力有限的大学offer 然而打一还没结束 新冠的思念 就让大学篮球一度停滞 当时球队在酒店住了两个多月 限时使用附近球馆 好在杰伦足够自律 想尽一切办法 蹭不同队伍的时段 在没有教练监督 没有比赛的停滞期 依然进步神速 全面赴赛后 竟然一跃成为球队最出色的球员 助教路德维奇兴奋的 给同行打电话 圣塔克拉拉 可能又要迎来一位NBA球员了 达尔休赛期 威廉姆斯在教练组的要求下 开始增重 并且只出手NBA距离的三分球 为了选秀做冲刺 还涨到了1米96 必然也达到了恐怖的2米19 大三开赛 威廉姆斯就以场均20.2分 带领圣塔克拉拉大学 拿下五连胜 部分球探 开始预测他能够进入选秀次轮 直到连续两次 收割了霍姆格伦的脚踝之后 选秀行情一路飙升至 首轮15的20巡位 最终雷霆管理层分别 以榜眼和12巡位 同时摘下了这一对昔日的冤架 昨日威廉姆斯 砍下生涯新高的36次 霍姆格伦兴奋地为他泼水庆祝 再加上雷霆新王亚历山大 他们三人像极了11年前 就刮起了那股青春雷暴 希望这次 雷霆管理层可以好好留住三少 别再让故事 只能在如果的假设中发生了